Wa yo samang la hula bha wa nang bha wei Wa yo samang hi te la hula bha wa nang bha wa yato Upa na ma na pa ma na ma pa sa chita na bha li ya da ya ta santi 各位真正现有 这一段经文是从中部第六十二经 小交界 la hula经里面引述出来的 这段经文也是在接续我们前三次所讲到的 如地修法 如水修法 如火修法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如风修法 Wa yo samang pa wa nang 在经文里面佛陀对 拉乎拉尊者说 拉乎拉 休息如风修法吧 拉乎拉 你修习如风修法后 对生起的可意不可意之处 心不会取着而住 对如风修法 对如风修法 这也是 让心学习 犹如风一门 犹如清风一门 应该如何学习 如风修法呢 我们看风有什么特点 风有不住着以一切处的特点 我们说风有没有住处 没有 你可不可以用布袋啊 用某一个空间等等去把风抓住呢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风无形 风无相 风无色 风无味 风没有住处 对于世间的种种 不管是可爱的 不可爱的 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们的心要学习 犹如风一样 不要过度的执着 就例如说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喜欢一个地方 爱着那个地方 走的时候就很不舍得 对那里人 对哪里的事 对哪里的物 期待在哪个地方 我们就执着于那里 人他期待在哪个地方 他需要一个住处 对于人来说 有住处 这个并没有什么错 但问题是 直取这个有问题 好像吃东西一样 人应该吃东西 一切众生皆依实住 必须要以吃 但是贪着味道 这个就不好 会生起他 如果我们的心 对于世间 对于世所的东西 对于诸行法 对于无常的东西 太过多的执着 太过多的直取 那我们就会有太多的不死 有的太多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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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佛陀说 一切可以的可爱的 我们终究会要离散 因为这个是世间的本质 如果我们的心有取着 那么不管它是好的 它是不好的 我们的心 在它离散 在它坏的时候 都会经受痛苦 如果我们的心 有的清风一样 对于这个世间 对于无常的世间 对于这个不圆满的世间 不要太过多的执着 那我们就要有清风一样 去到哪里 都不会太过多的留恋 太过多的不死 也要好像 一位少益知足的比库一样 也要像一位阿拉罕一样 他有游风一样 去到哪里 都不会有太过多的留恋 都不会有留恋 不会有取着 那我们要学习游风 第二呢 我们要学习游风 风是网不住的 风 清风不怕罗网 为什么 风不怕罗网呢 你想要用网 能够网来住风吗 网不住 你想要用网来网一个人吗 可以吗 可以 人世间最难解脱的是什么网 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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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现在在网中 多少人 在座呢 被情网被爱网被烦恼网被解网被漏网 网做的人 他的心是不自在的 他的心是不自由的 他的心是有执着的 他的心是有执着的 他的心是有执取的 他的心是苦的 就好像一个鱼夫把网一洒 抓了很多的鱼 这些鱼很难逃脱网 我们的心如果太过多的爱着 对某些人 某些事某些物 对两性的 对情暗的东西 太过多的执举 太过多的执着 这样的话 即使对方没有撒网 你叫什么 字头网啊 很多网 为什么会被网网做 贪 所以有贪有爱着 如果我们心有风 心有清风 你就不会去 你不仅你自己不会去自投网网 而且你也不怕网网 网是网不住的 如果你的心很多的贪着 很多的爱着 很多的取着 那网网还没有去网你 你自己就跳到网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学习有幽风 心有幽风 不止取一切的人 不止取好的 不止取不好的 不止取以像 不止取以眼睛所看到的 不止取以耳朵所听到的 不止取以心所想的 不止取以过去 不止取以现在 不止取以未来 方的心就能够像清风一样 不会被网所网住 陷入以勤网 陷入以爱网的人 有太多的痛苦 太过多的不自在 即使有宽度有快乐 那也是短暂的 因为在网中 在勤网当中的快乐 都是不可靠的 即使你是堕落在爱河当中 你都还是有很多担忧 还是有很多担心 你那种因为爱而生起的快乐 它是很不可靠的 脆弱的 只要有爱 有欲 得到了 你就不想失去 你就害怕失去 害怕失去 你的心就会有忧 然后 当 对方不在的时候 你就会疑 会猜忌 会有很多的猜测 他那妈妈没有回来 到底是去做什么的 看到他和其他的异性 其他人 拿话就进到电话 你的心就酸溜溜 又是哪个 哪个火力精打电话过来 你的心就不可能自在 你的心就不可能自由 你的心就不可能快乐 所以佛都说 因爱而生忧 因爱而生惧 因为你有爱 你会有担忧 因为你有爱 你会有恐惧 因为有爱 你会有苦 如果我们的心有有风一样 我们就不会 既不会自投罗望 而且也是清风不怕罗望 即使别人想去往你 也往你不到 抓你不着 要做到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 如风一般的 要学习如风修法 同时 对风来说 也是 清净的 干净的 也出于不干净的 肮脏的垃圾也吹 它不会因为清净的 它就停留多一点 跟它在那边 再磨蹭一点 对于肮脏的东西 它也不会说 我赶快走 我赶快飞走 它也不会自没有 它都是这么的吹 我们遇到的 我们遇到的好的不好的 也是 照样 不要去 停着 不要因为爱 而留恋 如果因为 不可爱的 厌恶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就有太过多的 排斥抗拒 要像风一样 不管好的不好的 都吹 像大风一样把它吹走 不要停留 不要有停着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像风一般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做到很自在 对世间的一切 我们要看清世间的真相 这个世间 究竟意义上来说 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圆满的 它都是充满的过患 充满的危险 只有我们的心 对它会贪着 会紧张 我们就会因它 而有忧 因它而有恐惧 因它而有烦恼 因它而受苦 该注着的 我们应该注着 不应该注着的 我们不应该注着 该注着的是 是我们的业处 我们注着于业处 最终还是为了不注着 为了培养定力 我们需要专注业处 为了要培养观智 我们需要专注业处 专注专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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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心安住于这些业处 最终还是为了让心 不取着专专业处 不取着专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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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 对修法的人来说 我们心应该要注着以法 注着以佛陀的教导 注着以 自己的专业处 而对世间的 不管的是好看的 不好看的 可爱的 不可爱的 可以的 不可以的 色伤相味处法 包括自身 包括颜耳鼻子生意的 都不要有太多的执着 不要太多的取着 这样的话我们要学习如风 要学习如风 不要太过多的爱恋 学习如风一样 不要太过多的 对于烦恼的停车 好的 不好的 就像风一样 把它刮走 在成修的时候 很多的妄想 很多的妄念 很多的放不下 我们要像风一阵风 把它刮走 然后再把心按住 在野处上 慢慢的 让我们心越来越有力量 慢慢的让我们心越来越强大 把我们的定力培养起来 然后再培养观智 这么样我们就可以 进到风 我们可以学习风 我们可以修习如风修法 所以佛陀教导他的儿子说 拉呼拉 修习如风修法吧 我们现在也是要遵守 尊重佛陀教法 让我们一起修行如风修法吧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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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